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太上道軍 感念道士深誠 献身告知瘟疫真相 西晉末年 中原大亂 饑荒遍地 瘟疫流行 田野荒蕪 十室九空 絲橫遍野 一片殘障 當時有一個叫王轉的道士 他住在馬跡山中 平時好跡陰宮救了生靈 不止對人 對任何動物都很仁義 他因見當時由於瘟疫而造成的產障 而在自己收身的靜室中 寫了奏章向天神告急 求上天救助人世的災民 他為此整整哭了三日三夜 到了第三天夜裡 突然有一道耀眼的光芒 把他家中全都照亮 接著催離了陣陣長裔之許風 只見空中彩雲翻卷 每一陣 搬著陣陣鮮惡 而傳來濃郁的香氣 隨著惡聲 而有眾多穿著銀鎧甲 手持兵器的武士出現在院中 接著出現了一對儀仗 他們舉著雙雀珠碎的旗子 旗翻中聚著寶石 然後出現了受著彩虹圖案的精旗和扶折 然後由兩面戴紅旗和兩面緊繡旗 在前面引導開路 雙雀羽毛的戴旗在最前 而扶折在最後 其中還有四位仙童 舉著花 捧著香 兩個侍女捧著小桌 地上鋪著彩色的地毯 堂前立著巨大的屏風 農府將軍和二十幾個侍衛 立在屏風兩邊 緊接著又出現了二十六個村 金色海甲的大將軍 五十個神仙 站在農府二將軍的外側 等到他們全部戰略完畢後 縣子裡一下子變得十分縮目 沒有一陣 從北方的空中 傳來震天的鼓樂聲 雲中散發出五彩奇光 光彩原木 只見一個腰配寶劍 手持忽板的天神 來到皇傳面前宣佈 太上道軍駕到 於是一個雙著百種寶石的巨大座植 從空中降下 只見太上道軍盤腿坐在五色蓮花上 兩位真人和兩位天地 視立在兩旁 皇傳趕快迎上去 貴服在地上參見 太上道軍開口說道 你體削百姓疾苦 寫了酒章上達天界 酒章中自治血淚 感動了上倉 由於土地神的建議 我先親自來見一見你 皇傳伏在地上 口中拜謝太上道軍的降臨 道軍開始開口宣說天地之理 以及瘟疫的真相 他說道 一陰一陽 雙生雙黑 才化育出世間萬物 這裏面全靠著木 金 土 水 火 這五行 起起作用 五行之間各有長處 亦各有輕盛和衰落 身塵代謝 推移變遷 一刻都不休止 所以萬物先可以生生不息 不斷延續下去 經過了億萬個節術 萬物的生長始終沒有停止過 凡是長生的 都是由於合乎順陽之氣數 才會升天成仙 凡是死了的 都沉淪到陰界 在地下作鬼 就是在鬼物中 都有好壞強弱 剛柔善惡的不同 和人世完全一樣 玉皇大帝由於擔心鬼神 往往肆意傷害人類 因而常常派五地三公 巡視檢查鬼神的行為 制定了好原備的刑律規章 來約束鬼神 然而在人世上 生逢活世的人中 心術不正的人有好多 忠厚善良的古風被敗壞 蒙生了奸詐和妖邪 這些人由於對君王不忠 對雙親不孝 遺背了三公五常的古分 從而自己作業找死 自從皇帝、白帝、次帝、仓帝、 黑帝、天皇大帝 這六天地主宰以後以來 魔妖鬼怪就同時產生了 他們糾襲了歷代戰敗戰死的 將軍士兵的鬼魂 駕馭成風在人世上橫行 尤其是敢上西方衰落時 他們就製造瘟疫疾病 傷害黎民 都有好多人不能終其天然 終途勇亡的 從前我在道陽宮 曾把神奏經傳授給得到的真人唐平 讓他救助蒼生 這部經都曾流傳到民間 四家人聽說 陳將白起、黃展 死後都顯靈救人 認為是亂講 其實向來那些活著當統睡的人 死後在陰間都是鬼睡 他們中間有功的 在陰間都能升官 而那些殘害百姓的拜將鬼魂 就屬於妖魔一類了 他們乘著陰陽五行中的拜戲 製造各種大小疾病 然而他們畢竟害怕陽氣 只要用神奏制服了他們 他們就不能再輕腰作怪了 現在我把神法神奏兩卷經收給你 你按照經文去做 就可以整救萬民了 太上道軍宣說完畢 當職命是同 把閃耀著九彩光芒的神法經 和三王大齊的秘訣 收給了黃轉 並勉勉她說 繼續勤奮的修煉 不斷執你陰宮 你大有成仙的希望 太上道軍講完後 只見千城萬旗 有騰空而起 升入西北雲天 回天界去遼 而黃轉按照經文上的要求 齊界正身 然後按照經乎在京州 揚州等江南一帶 被百姓救治 軍疫很快被震覆消失 百姓又恢復到以前的生活狀態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你訂閱、按讚和分享 多謝你的收看 下次再見